你的志願是甚麼呢? 想考警察就要留意 警務署宣布由星期五起拆牆鬆綁 調整三項入職要求 讓更多具備不同能力的人士加入輪選 第一項調整就是增設警員中英文不是 一個小時內要做60條MC 答對一半或以上就合格 等同DSE中英文科Level 2的成績 而且永久有效 慢著 先說DSE語文科有巧不是有巧口試 但這份警員中英文不是就只有MC題 相差很遠 警方強調試卷是由公務員事務局 核下認可的出卷員設計 參考了一直原用的督察級語文試卷 有閱讀理解、語文運用和初別字等 相信可以選擇符合語文能力的警員 另外投考警員、建習督察和附警警員的 身高體重都不會再設有下限 我們警隊很需要這種人才 還有 在初步、輪選和體格檢驗的時候 投考人士可以戴著眼鏡或鏡去進行視力測試 不過釋覺測試的要求就維持不變 監警會副主席、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陳振英就認為 由於近年上升得最快的罪案是騙案 只要是專長於金融科技或網絡罪行等 就可以應付這方面的罪案要求 身材矮一點也不是問題 至於健碩一點就可以繼續在前線 應付劫案或暴力罪行